HELLO HELLO 又是細細在這裡開LIVE 今晚我剛剛回到家 忽然想說一說 這兩天這幾天 其實上星期開始 都越來越多有病人的血壓 忽然間高了 當然本身那幾位病人 他們都是有血壓高的本來情況 但其實之前 不論是中藥 西藥 都不需要 他們都一直挺穩定的 血壓不是特別高的 但就在上星期開始 直至這兩天 就更加嚴重 他們的血壓高了很多 我發現有幾個情況 第一 他們的血壓平時不是那麼高 忽然間高了很多 就考慮到會和這兩個星期 他們面對什麼的共同情況 他們會不會都是吃同一種食物 他們去同一個場合 他們在經歷同一個壓力 或者他們面對同一種類型的事情 難道我會說 因為他們一起看奧運 所以血壓標高嗎 這是一個不合理的推斷 比較合理的推斷是一段時間 他們都在經歷很熱的天氣 這是有得解釋的 第一 當身體好像一般的物質一樣 冷騷熱脹 在這麼熱的天氣 身體的血液就會膨脹 膨脹就會壓迫血管 血壓會因為這樣而略為升高 所以這一種壓迫血管的現象 我摸他的脈搏的時候 他的脈搏 被我摸到好像一條水管 有些東西在裡面彈出來 很有彈力 很繃緊的 這兩個星期 面對的病人都有這個情況 縱使他們本身不是血管十分繃緊 縱使他們本身一直以往 脈搏都是偏弱的 但是這時候 明顯地感覺到 他們的脈搏是比較硬 比較實 以致到中醫的脈搏是 脈搏比較緊 或者比較圓 在這個情況 我就發覺到 這個很有機會 是他們面對這麼熱的天氣的時候 血已經很膨脹 壓迫血管壓力很大 另一件事 我留意到 都不是脈搏自動起作用 對不起 又殺了脈搏 他們都面對 像我們一樣 這麼熱的天氣 實在不可能不開冷氣 但是當他們一開冷氣 他們就會開得 要多冷才會覺得舒服 因為當血管壓迫的時候 會令到人比較緊 令到人會有頭痛 會熱到很不舒服 所以他們會開冷氣 而且我問過不少人 他們都開得偏冷才會覺得舒服 你可以想像 當在血管裡面的血很膨脹 對那個血管壁造成了壓力 而在這個時候 如果他在外面 又突然進入了一個很冷的空間 不論回到家很冷的冷氣 上一個很冷的巴士 或者他去到一個很冷的商場 進入一個很冷的餐廳 初初是會覺得很舒服 但當外界的冷氣 令到他外面的肌肉收縮的時候 外面的肌肉的收縮 再加上內面向外迫 這兩個壓力加起來 就比起他平時的血管承受壓力更加大 當身體大部分的血管 或者不要說大部分 只是手腳的血管在這個時候收縮 但血裡面在膨脹的時候 所帶來的壓力 就會令到血裡的流通很阻滯 心臟泵出來就會感覺到這個血管的阻力很大 它為了令到血能夠繼續可以流通 去到身體最遠的地方 心臟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加大泵的力度 當它加大泵的力度的時候 這就是血壓性高 所以第一 在天氣熱 如果你有機會受到熱的時候 會令血壓性高 那給你的建議就是 沒有必要 不要留在太熱的地方太久 第二 很冷的一個處境 令你肌肉收縮 壓迫你的血管 也都會令你的血壓性高 所以都請有血壓高的朋友 不要停留在太冷的地方太久 當然啦 現在這麼熱 叫你不開冷氣 如果那個空間是你可以控制冷氣的溫度的話 如果不能夠由你控制 操控空氣當中的溫度的話 就麻煩你平時帶一件風衣 或者帶一件披肩 找一個不太冷的位置去坐 盡量令到自己的溫度對比 不要那麼大 不要由很熱的地方 去到很冷的地方 這樣會令到你的血壓難免上升 如果你的血壓本身已經有些高 在醫療的時候再高一點 你就會嚇傷 緊張 緊張血壓陣 要更加飆高 然後你就無奈地去找西醫 甚至找急症 血壓高 吃血壓藥 降血壓 但是一降 你發覺這一類人 一降就會頭暈 因為它根本血的容量 其實不是很足夠的 多數 然後變成這樣的情況 就會有一個惡性循環 你在一個很熱的地方 又很冷的地方 這個冷的地方 令到你血壓高 然後你一血壓高 身體就會逼好一些水份 出汗 少變 希望排走一些水 幫你降低你的血壓 這是身體處理的其中一個方法 然後你會覺得很多汗出 然後你又會再去開大一點冷氣 那你就會更加冷血壓 更加高 有機會不小心 就會弄到白血管 以前老一代的中醫 他們經常都提醒我們 當你在一個很熱的地方 千萬不要突然走進去一個很涼的地方 甚至立刻沖冷水涼 會中風假 雖然這些案例 未必是很多很多 但是他們不是隨口說的 老一輩的中醫 他們不是太多 書本理論 不是太多 research 給他們看到 但是他們一定 即是說 是見過這樣的例子 才會有這樣的勸喻給大家 所以 雖然老一輩的中醫 他們未必是從大學讀中醫出來 但是他們的經驗之談 是有實據 有真憑實據的 那現在我也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近來血壓升高了 又或者你擔心會不會血壓升高 儘量維持在一個溫度比較恆常的空間 不要突然間很熱 不要突然間很冷 尤其是如果你在一個很熱的空間 走進去一個很冷的空間的時候 停在一個溫度不太冷太熱的空間 稍為過一個冷河 讓人不要由很熱 突然間走進去很冷的空間 儘量不要這樣做 如果你是真的血壓已經很高了 真的需要的 暫時吃一些西藥的抗血壓藥 先穩定血壓 避免中風 避免爆血管 然後就要好好調整你的環境溫度 選擇適合你的恆常溫度的一個空間 儘量不要走進去一個太過波動的空間 除了太熱 會中暑 會熱氣 會發炎 血壓高是這段時間大家要好好小心 有一部份人這段時間經常流鼻血 就是因為血壓飆高了 一些薄的地方 身體用在那裡滲血 排血 來幫你降低少少血壓 這個方法不是好的方法 因為令你會失血 所以小心調控你自己的生活空間 減少 因為冷熱 太過大的對比 而導致你不舒服 這個 因為剛剛開完診 回到家都差不多12點了 剛剛12點了 所以就沒有精神去打字寫這些Message 在這裡錄個Video 開個Live 希望有需要的人看到 希望有風險的人知道怎樣去處理 我的Live就停在這裡 如果你覺得適合你的 就請你仔細再聽一次 又或者FORWARD去給你有血壓高的家人 提醒他們 這個時候 小心去做運動 小心去戶外 小心冷氣的地方 好了 我停在這裡 祝大家這個夏天身體健康 小心不要熱傷 好 拜拜 晚安 好 拜拜